墻壁出現裂痕 一塊塊水泥墻掉在地上 印尼首都雅加達所在著爪哇島 台灣時間週六凌晨12點47分 發生規模6點5強震 深度91.9公里 屬於中層地震 水晶燈不停搖晃 晃動持續10到20秒 許多民眾被嚇得紛紛逃到屋外 就連距離鎮央305公里遠的雅加達 也能感受到天遙地動 避難的居民一度造成交通打劫 目前傳出人員傷亡 超過100間房屋或公共建築受損或倒塌 打橫市東邊的班尤馬斯縣 一家醫院結構受損 緊急撤離53位病患 只能暫時待在建築屋外 強震過後 印尼政府偵測到七次餘震 災害管理局一度發布海嘯警報 當地時間凌晨兩點半解除警報 印尼二點五億人口 超過一半住在爪哇島上 災害管理局呼籲民眾保持冷靜 可以回家確認建築物是否安全 如果結構嚴重受損 最好不要進入 先找尋其他臨時避難所 帶來新聞陳曉玲編譯